中心兄弟五虎将季后赛招冷冻风波未停歇 日前更传出林志胜不满球团撤换总教练 世界延烧近半个月 林志胜四号都会发出声明稿 文中提及并澄清外界诸多揣测 其实都不是事实 最后更强调 我林志胜身为棒球人 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棒球的事 大师兄以一千多次的声明 回应冷冻风波 林志胜否认外界传言 只不过一号却由中信领队刘自卫 向平面媒体透露 林志胜即将前往澳洲打球 其他中子球员听闻 也给予林志胜祝福 中信兄弟领队刘自卫表示 继续安排林志胜前往澳洲 是本来就拟好的行程 与这一次的风波没有关系 而兄弟球团将进行球员异动 至于五虎将会不会留在球队 届时就会有答案 记者向那打球 桃圆市采访报道